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此外呢 我们在这个作业上 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定制化的一个集成平台 来支持我们从官型数据库到isblog的一个schema的一个同步 第二个场景是我们基于isblog来构建我们的一个实时的一个树仓 对 从Mansicle或者是一些日之入图 移到顶端的一些基于isblog的一些BI报表 对 我们可以达到通过Fling和isblog来构建整条的一个 isblog的一个实时树仓 端到端的一个延迟呢 大概是在小时级别 这里其实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isblog目前其实是官方的版本是不支持来生成这个changerlog 就是说我们可能到了DW层往后 可能就已经走不下去了 在这方面呢 我们对isblog进行了一个优化 就是可以通过一种方式来查出isblog的一个changerlog 方式大概是这样 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增量的查询 按照每一个快照进行一个plan plan的时候呢 我们会先去判断本次快照 就本次事务里面删除了哪些数据 然后进行一个模张略的一个操作 然后判断本次快照里边新增了哪些数据 然后呢 我们会将这个数据顺移器的往下发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 本次这个快照呢 我们到底是删除了哪些 然后又新增了哪些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来反解出isblog中的一个changerlog 这种方式其实有它的优势 它的优势呢 其实相比拍梦的话 它不需要再去存储一份changerlog 第二个呢 它的缺点呢 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说 第一个呢 就是说它没有原生的这个顺序 就是它是先筛后增的这种一个方式 它打乱了这个changerlog的顺序 但是这个在我们实验中 就是说在我们跟用户推广中 这个在大部分场景下是可以满足的 然后第三个场景是我们基于isblog的一个 从hdbs到对样存储的一个迁移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上远的一个操作 从这个图书上就是说我们第一个策略呢 就是说将我们的一个数据的热数据上远 就是今天写露今天最新的分区的一个数据 进行一个上远的操作 我们通过设置表的一个location 然后将表的location呢 指向一个OSS bucket上的一个桶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我们今天写露的数据 会写到我们的OSS上 这样当随着数据的一个迁移 随着时间的一个迁移呢 我们的历史分区会被删除 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们整表的一个 上远的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其实是比较简单 而且对用户也是无感的 但是这个在我们落地过程中 其实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对一些非常大的表 它的那个调用费用非常地高 第二个就是说不仅是调用费用 它对整个bucket的这个带坤压力 也会非常地大 经常可能会打爆那个bucket的一个带坤 因此我们就是会有第二条的一个思路 就是我们将冷数据进行一个搬接上运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HDVS的审计日志 来计算一个TTV TTV呢其实就是time to visit 就是你这个HDVS 具体可能说是一个 icebook的一个分区 哪些是被高频防御 哪些是低频防御 然后我们将我们的低频防御的分区 转处到OSS上 以这种方式来避免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带坤啊 以及调用费的问题 以上就是icebook相关的内容 然后第二部分的话 我会介绍一下就是 如何基于Gravatino File Site 来管理我们AI上的一个文件 在AI场景下 这个数据往往会是 就是用户使用的时候 会是一种以目录的方式进行使用 就是可能是HDVS的目录 或者是本地的一些目录 但是这样的使用 有非常多的一些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数据发现 或者是数据挖掘上 有非常大的痛点 文件会散落在各个的目录中 你很难去挖掘 就是我想要找的文件在哪里 第二个就是说 以目录这种方式进行 以目录这种方式进行管理呢 就是它缺乏一定的一个数据血缘 以及数据的生命周期管理 可能这个文件 经过了多次的交接到了我手里 我根本不知道 这个文件是谁创建的 谁在读它 我想要删 可能也不敢删 就会有这样一个治理痛点 第三点 就是以目录方式这种 在AI场景下 它的权限也是非常弱的 经常会在算法产品中 一份数据会被拷过去 或者是用通讯工具 或者是硬盘拷给对方 这就是非常违反我们的安全隐私的规范 最后一个就是说 在目录的使用中 缺乏一些标准以及约束 我们经常会看到 这是一些目录 它长达了十多层级 如果说你没有一个文档 别人告诉你这个目录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 每一集目录是什么意思 因此我们就是使用了 Gravtino的一个filesite 来进行一个 AI场景下的一个目录的一个管理 那么filesite呢 其实是Gravtino的一个组件 它呢是一个 逻辑文艺上的一个集合 它可以管理在我们 HDVS或者S3上的一个文件 并且呢 它可以通过一个catalog schema.filesite 这样一个3D结构 进行一个定位 同时它还提供了一个 Hadoop后的兼容的一个协议 进行一个访问 最后呢 由于就是 它偷向了一个 和表一样的一个3D结构 这样我们可以更加方便地 进行一个 像表一样 进行一个全线的管理 那么通过 filesite进行管理之后呢 我们可以得到 这样的一些好处 首先第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 在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所有的一个文件 比如我们可以在数据地图上 去看到我们所有的文件在哪里 我们知道 这些文件 它的all-in是谁 我们也可以计算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文件是存入在什么类型上 它的数据的大小是多少 它的目前的成本是多少 以我们可以 数据出它的数据血缘 谁在写 谁在访问 我们知道访问之后 我们就可以 对这些没有用的数据 进行一个过期的管理 并且我们也可以在一个地方 进行一个文件的一个授权 或者是权限的一个撤回 刚才我们介绍 就是也支持了一个 Hadoop的兼容协议 这里就是说 filesite呢 允许了我们一种标准化的一个协议 也就GVFS协议 来进行访问我们这个filesite 由于它是和Hadoop协议兼容的 像我们这些Spark的一些程序呢 我们只需要将目录进行一个更改 比如将HTBS的路径 更改为我们这个GVFS 这样就可以原生地访问我们这个filesite 像TensorFlow这种 它其实也是可以 使用这个Hadoop协议 进行一个兼容 在TensorFlow 2.x版本之后呢 我们只需要编译它的TensorFlow IO的一个模块 不需要编译整体的TensorFlow 这样我们就可以识别 让TensorFlow来识别这个GVFS TensorFlow呢 也可以像访问原生HDVS文件一样 来去访问我们这个filesite的数据 第三部分 比如像一些pythin 或者是一些pytouch 这样的一些 纯pythin的一些训练框架 它其实是不支持Hadoop协议的 它只能够去访问北地文件 我们Gravtino的社区呢 它提供了一个pythin的一个GVFS的实践 我们可以通过实现实际化这个fs 也就是GVFS的Gravtino Virtual File System 来实现这个pythin的这个实例 并且去做一些文件的list 以及读和写的一些操作 就是非常方便地去和pythin的一些 那个矿区链框架 以及体系去做一个结合 那么这个GVFS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首先在Hadoop这个体系 或者是说Java这个体系呢 GVFS其实是一个底层HTVS协议 或者是Hadoop协议的一个代理 如果说我们底层存储的是HTVS 那么它代理呢 其实就是Hadoop的Distribute File System 如果是OSS它其实是代理的相应的OSS的File System 而在pythin这一侧 比如说pytouch或者是ray 这一侧呢 它的实现是使用的pythin里边的原生的Fsback Fsback的话下层也是支持多种介质 比如说如果是HTVS的话 它原生是用的LibHTVS 然后通过一个GNA调用 原生还是去调到我们这个Hadoop协议 如果说是一个对象存储的话 那么它会使用原生的对象存储的一个SDK 这个是Fsback已经支持的 然后GVFS呢 通过这一层代理 来实行一个底层介质的一个屏蔽 对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路径缺查规范 我们在路径规范上也做了一些限制 来进行更好的一个生命周期的管理 我们在路径上 在GVFS的实现上 来对路径的一个层级进了一个约束 当然这个可以进行一个定制化的一个更改 我们限制了这个路的层级不能超过三级 第二方面我们来标准化 标准化了一下它这个路径 来进行更好的这个数据的生命周期管理 比如我们可以会选用这个时间的 基本上都是一个时间的 有各种各样的类型 作为它的第一级紫目录 这样的话就是这一级目录呢 我们会被认为成它的一个时间属性 这样的话我们会按照这一层目录 进行一个过期的删除 第二方面就是并不是所有的都适合于 刚才说的那种生命周期的管理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 它的访问是非常的随机 就是非常老的一个数据 它也会访问到 并且这样的情况下 它有非常多的小文件 它历史非常慢 真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做的生命周期管理 也是采用的这种方案 我们会从OSS和HVS中 来Dump它的库存日志 以及审计日志 然后呢我们会计算出 根据审计日志的最后的访问时间 来计算出它到底哪些数据 已经过期了 已经不再被访问了 这时候我们会根据这份访问日志 去把这些所有过期的数据 进行一个删除操作 同时我们在算法场景落地的时候 我们还面临着一个痛点 就是在算法场景下 数据可能会经常会有一个 迁移或者备份的一个场景 比如将HVS迁移OSS进行一个上云 来进行一个成本的降低 或者是将从一个低速的一个存储 向一个高速的一个存储 进行一个数据的迁移 来获得更好的一个训练 也有可能由于我们的运营商的变更 需要将一个数据 从一个运营商的一个介质 迁移到另一个运营商的一个介质中 这些变更 就会导致我们上层业务 感知非常大 它经常需要把所有的代码 全都改变 Filesite就帮我们解决了一点 Filesite对外我们刚才介绍 就是提供了一种GVFS 并且一个固定前锐的 这样一个标准的一个访问协议 我们会在下面 除了默认的指定一个存储之外 我们进行了一个 多层存储的一个设计 也就是说一个Filesite下面 可以挂两个存储 第一个存储是以这个图为例 就是第一个存储是HDVS 第二个存储就是OSS 这样当用户去访问的时候 首先他会去以探测的方式 会去探测HDVS中有没有这个文件 如果没有的话 会去OSS探查 这时候我们会帮助用户将数据 从HDVS向OSS进行一个拷贝 这样用户其实对用户是无感 用户依然会使用GVFS的方式 进行一个访问 但我们底层会自动帮用户 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迁移 对用户无感 OK OK 稍等 这个有点迟钝 然后就是我们通过多location的这个方向 也帮助用户解决了一些 在NAS扩容上的一些问题 就在算法场景下 用户经常会使用像NAS这样的一些 非常高速的一些存储 来进行他的一个数据的训练 我们通过多location呢 我们第一个存储呢 是挂他的NAS 第二个呢 会选用他的那个 这个他总是 能调到 下一页 OK 这个太好使了 然后 就是NAS呢 这个就是说 他虽然防卫呢 比较快 但是他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 他的扩容比较麻烦 经常会 在NAS进行扩容的时候 用户有非常大的感知 而且算法同学 经常不会说去 去管理 他因为他不会像数据的一些架构组一样 去管理这些NAS 并且呢 但是有些运营厂商呢 他这个NAS 他是不会提供这个审计日志 那这样的话 就是训练算法的同学 想删 他也不敢删 就跟刚才的问题一样 他又没有审议日志 他想删都不敢删 所以这个NAS 就会一段不段地扩拢 导致最终 没办法了 就是 就会有一个崩溃的一个感觉 我们通过Fileset呢 就帮用户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们将NAS进行一个 在Fileset上进行一个挂载 就是做它的组存储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会给它挂一个 另一个的一个 低成本的一个存储 比如说是OOSS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上层的用户呢 使用我们的GUEFS 进行访问 通过GUEFS访问的时候 我们会在这个SDK里面 进行一个打点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解决 我们NAS没有审计日志的问题 第二方面 我们会基于刚才讨论的 这个Occise Time 进行一个TTL 然后将NAS上 没有用到的这些数据 就是长时间不访问的数据 来转到我们的这个OSS上 这样的话来 相当于是一个 做一个NAS的一个分层的一个操作 来帮助这个NAS 减少它的容量 对 下面介绍我们的第三个部分 就是基于我们Gravatino 来构建我们的原数据壶 对 Gravatino呢 提供了一个 我们对一个原数据壶的一个统一 它给我们的第一个的优势 就是说我们可以简化以及 简化以及统一我们的一个资源的配置 比如说GDPC的一些用户名密码 或者是一个S3的AKSK 这些我们像之前如果说单独 每一个用户要用的话 可能都要单独配一次 Gravatino呢 提供了我们一个统一的配置的地方 我们可以实现一次配置 多次使用 非常的便捷 第二个就是说 Gravatino提供了我们一个 统一的一个认证和授权 统一的认证呢 就是在公司内部 可能在不同的团队啊 或者不同的平台 他们的各个的使用的认证的方式 各不一样 比如说是有的用OOS 有的是用Kerbas等等等等 或者是用户名密码 Gravatino呢 提供了我们可以对多种认证方式的一个兼容 无论你是采用哪种方式 在Gravatino的侧 都可以 当然这需要一些适配 都需要知道 你这个通过不同的内容方式 都可以识标到你是谁 统一的健全呢 我们以Icebook表为例的话 当我们将一张Icebook表 授权给用户的时候 不仅要把这个Icebook表 给用户授权 还需要将底层的存储 比如HTPS 或者是OASS 这些存储的权限 也要授给对方 那Gravatino 通过将这个 咒权的操作进行打包 可以实现就是 一次性将一张表 授权给某个用户 非常的 非常的nice 第三块呢 就是说 Gravatino的在 在引擎层呢 支持了一个多引擎 支持Flink Spark Etraeno 这样的一个多引擎 以及 也提供了一套 Rest API经验的访问 这样通过Gravatino 来去访问这些存储 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我们可以实现 我们这个原数据的 一个统一存储 第二方面呢 就是说 在原数据统一存储 这个体现上 它是强一致的 第三个呢 就是说 它这个原数据 对外的体现 是一个实时的 我们可以在一个地方 以一致正性的方式 实时的拿到 它的原数据 最后就是 Gravatino 它呢 提供了 对多个存储的 一个支持 比如说Table 支持了一个Haw IceBorg 以及Pymon 还有一些 欢迎型的数据库 这就支持了 我们在 使用一个引擎 去进行一个 联邦的查询 你可以在一个Sircle中 来同时访问 一个IceBorg表 和一个Haw表 进于Gravatino呢 我们可以非常好的 来构建 我们的这个DataMesh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 数据产品 首先第一点 就是说 我们可以将Gravatino 来作为我们的一个 底层的原数据底座 来构建我们的一个 数据地图 我们可以在一个地方 去发现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资源 比如说表 Topic 文件 等等等等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介绍到 所有引擎 提到的 在原数据中心 看到的原数据 是一致的 并且是实时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Gravatino 来构建我们的一个 数据质量中心 我们可以通过Gravatino 拿到我们表 分区 或者是列的一些 统计信息 来进行一个质量的检查 来保证我们的表 是高效的交付 第三点 Gravatino 也对外提供了一个 统一的一个认证 以及授权的一个方式 可以保证我们 表授权的一个 安全性 第四点 就是在数据分享上 Gravatino作为一个 Open Data Catalog 就是可以分别 非常方便的 就是说 将我们的这个表的一些信息 授权给一些用户 并且授权 像和一些 比如Open的一些 S-Book的format 进行结合呢 当把这张表 授权给用户之后 它其实是一种 ZL Copy的方式 进行一个访问的 你用户 你这张表 其实已经优化好了 你的用户 就不需要再去对它 进行一个数据的拷贝 不仅是在内部 对于公司间的一些 合作伙伴的一些关系呢 其实也是可以这样 通过一个Open Data Catalog 进行一个揭露 这是可以在 合作伙伴之间 进行一个数据的 一个无缝的 ZL Copy的 一个方式的 数据的防卫 最后一页就是 后面呢 我们也会继续跟进 小米在和GravTino 的一个数据议程 来包含我们的 关系一些 统一的审计 监控 血缘相关的一些 进行一个集成 在引擎上呢 我们会跟进 包括Spark Flink Trino 以及TensorFlow PiTouch 和GravTino 一个集成 在存储上呢 我们会将我们 目前已有的 关系型数据库 以及效益队列 iSBOG和PiMo 以及我们的 GravTino Filesite 一个非表的存储 对GravTino 进行一个结合 以上就是 所有的那种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培电的那个分享 下面的小伙伴 有没有疑问 勇敢地问啊 这个 感谢分享 我有两个问题 一个 就是 如果我们本身 就是用HDFS 用那种HDD盘的话 那再迁移到 这个OS上 成本上 还能有多少的节省 我想了解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那个 就是 这个Filesite 在AI的训练场景上 就是除了它 对数据 有一些管理上的 这个能力以外 就是在 比如说在一些 加速训练的场景上 有没有一些性能上的帮助啊 之类的 我想问一下 OK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HDFS的HDD 相比搬到存储 OS上 成本能够节约多少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这个是根据 就是公司内部 那个自建机房 HDFS 里面的那个 从达到的价格 为例 就是可能会 就是你们不同 不同在不同地方 建的机房 你可能HDFS的价格不一样 对 在我们内部的话 其实是会差个 七到八倍的 这样的一个样子 因为相比之下 就是对象存储 它的存储单价 非常便宜的 是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 我们刚才说 就是Filesite 除了在数据治理上 就是在数据加速上 有没有什么提升 这个就是 就是说 第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可以帮它 进行一个数据的分层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就是说 我们可以再挂 多个存储 比如说在NAS上 挂它在NAS上 然后导到这个OSS上 如果说 它现在是从HDFS上 有一个需求 就是说 想要劝于 那个高速存储上去搬 那我们也是可以 帮它去这样一个搬迁 这样的话 就是来 通过底层介质的 一个切换 然后把它进行 一个数据的提速 对 主要是这样 我先问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Farset上的是 GVFS的文件系统 对吧 然后 那如果是我们的 Azberg要写数据 是直接写到GVFS上 还是说写到HDFS上去 我们目前对这个 Farset的定位是这样 就是我们会通过 Azberg或者Pymel 来管理我们的表格数据 然后Farset呢 来管理我们的 非表格数据 非表格数据 就是指的 没有挂在表上的 所有的文件 都会采用Farset 来进行管理 我们不会说 在Azberg下面 去再挂一层 这个GVFS 这样一个FS 就是 其实 就是现在包括Pymel 他们写数据 还是写在这点子上去 对 对对 是的 非表格数据是什么概念 非表格数据就是指的 我们现在有一批的目录文件 然后这个目录文件呢 不是被Azberg或者是Hell 这样的一个表格式 所托管的文件 不太理解 你可以理解就是 Azberg它其实底层 会有一批文件嘛 对吧 那这个P文件 它其实是由Azberg所管理的 但是你可能在这个文件 下面某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呢 它既没有在Hell表下面 也没有在Azberg表下面 那这个目录呢 我们就认为 它是一个非表格数据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 可以用我们Fileset 进行一个管理 是这个问题啊 例如我们现在 的数据 都是存在Azberg里头的 对吧 但是 我们Azberg 不是Azberg里头的数据 是存在在 DAV上的 那我们会有 我们现在的集群 资源不够了 我们希望 我们有 OSS集群 我们希望能签一部分过去 但是我也希望 这一部分 数据 我们还是继续 上层读取的方式 不太变 那这个 是不是用我们 像这个Fileset的方式 能解决 可以解 这要体现 就是说 你上层访问的是 怎么样访问的 如果说你上层 是一张Azberg表 我们刚才第一节 介绍了 就是Azberg呢 如何进行 是一个数据的搬迁 我们可以将Azberg表 的一个location 设置成OSS 这样它写的时候 就直接写到OSS 上了 但是如果你 那个上层的读取方式 是直接读取HTPS文件的 那这种其实也可以做 就是我们可以将Fileset 绑定到你这个HTPS目录 然后我们通过 刚才的一个 多location的方案 就是下面挂了两个存储 你可以将数据 从HTPS上 搬迁到OSS 这样上层 因为都是一个GVFS协议 进行访问 用户的方式也不会改变 这个GVFS 可以直接用Spark去访问吗 可以 对 就在我们刚才的 一个代码实例中 就是说 GVFS可以是一个 HTPS的一个兼容协议 我们只需要改它的 目录结构 就可以用Spark 进行一个原生的访问 对 然后使用它的原生的 一个结构 然后 只是把路径换成 我们的这个GVFS 开头的协议就可以 那Flink能访问吧 也是应该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 对 就所有的 HTPS生态的一个引擎 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 像我们拍摸的湖里头 我们用Spark去读 会有一些 Deletion Vector 这些 Image on Riot的这种场景 能直接去读出来吗 就像我们用的 拍摸Spark这种去读 拍摸 对 就我们拍摸里头 不是有一个 ConnectedSpark 可以去读数据吗 理论上是可以 你这意思其实是说 想将拍摸建立在 这个GVFS上 对 对 如果要这么做 其实也可以 就是说 你在拍摸上 下面呢 其实是GVFS 但我们更说 推荐的 其实拍摸 如果说 你想要用的话 想要去做迁移的话 我们是说的是 去修改 因为拍摸和SVlog 其实都属于表 对 我们倾向的是去改 你这个表 下面的文件的存储的方式 然后将它迁移上云